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话中奇迹》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达文西的颜尖圣母,温柔的神圣怀抱 二,范古的麦田与乌鸦,黑鸟下的预感风暴 三,卡拉瓦桥的犹大之吻,背叛一瞬的张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达文西的颜尖圣母,温柔的神圣怀抱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达文西的颜尖圣母 这幅画作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颗闪亮明珠 而且,还包含了足够的神秘色彩,让任何艺术,爱好者都会对它垂涎三尺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位多才多艺的意大利先生,莱昂纳多·达文西 他不仅是画家,还是雕塑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地图制作者和作家 嘿,这位先生的履历比大多数人的社交媒体个人简介还要长 现在,让我们聚焦于《颜尖圣母》这幅作品 这幅画完成于大约1483至1486年间,展示了圣母玛利亚、小耶稣、圣约翰和一位天使的形象 但这不是你在教堂里看到的那种传统圣母像 哦不,达文西先生在这里玩了点新花样 首先,这幅画的背景是一个神秘的岩石洞穴 而不是那种金光闪闪的光环或是天使漂浮的云朵 这种选择让整幅画充满了一种野性的自然美 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基督教中基督是磐石的隐喻 接着,我们来看看人物的摆放 圣母玛利亚的姿态即温柔又保护 她的手臂环绕,祝小耶稣 就像是在说,来吧,孩子,阿姨的怀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小耶稣和圣约翰之间的互动,则是兄弟情深的完美展现 他们的眼神交流比现代青少年的短信还要多信息 但这幅画最让人惊惊乐道的,可能就是那位神秘的天使了 他或他所的微笑,既神秘幼稚性 让人不禁想起达文西另一幅著名作品《蒙罗莉莎》的微笑 这位天使的微笑似乎在说 我知道你在想神魔,但我不会告诉你 这种神秘感,让整幅画作更添几分迷人的色彩 总之,《颜见圣母》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 它还是一个谜题,一个挑战,一个让你沉思的对象 达文西先生用他的画笔,不仅捕捉了人物的形象 还捕捉了他们的灵魂 这幅画作是一个温柔的神圣怀抱 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谜团的严实迷宫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范古的麦田与乌鸦,黑鸟下的预感风暴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范古那幅让人既爱又怕的画作 麦田与乌鸦 这幅画,它不仅仅是一幅画 它是一首视觉交响曲 一首悲剧色彩浓厚的交响曲 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下背景 想象一下,你是一只乌鸦 飞过那片金黄色的麦田 突然,你的小心脏咚咚跳得更快了 为什么 因为你感受到了范古的情绪风暴 那是一种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 是的,这幅画是范古生命中 最后阶段的作品之一 可以说是它艺术生涯的明金收兵 画面上,那些乌鸦在风中飞翔 它们的黑色羽毛与麦田的金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不仅仅是色彩的对比 更是生与死,光与暗,希望与绝望的对比 范古用它那狂野的笔触 将这种内心的挣扎和不安化在了画布上 有趣的是,这幅画中的乌鸦 有人说它们是死亡的象征 有人说它们代表着范古心中的孤独和绝望 但我个人喜欢想象 这些乌鸦其实是范古的粉丝 它们在空中盘旋 不是为了预示什么不幸 而是为了给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最后的致敬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幅画中的天空 那是一片即将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范古用蓝色和白色的漩涡 将天空画得既有动感又有压迫感 这不仅仅是一场即将来临的气象风暴 更是范古内心世界的风暴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这幅画的幽默之处 想想看,这些乌鸦可能只是在找地方落脚 结果无意中飞进了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它们可能在想 嘿,我们只是想找点麦子吃 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大事件 而范古可能在想 这些乌鸦真是时候 我正缺个来点戏剧张力的元素呢 总之,麦田与乌鸦是一幅复杂而深刻的作品 它让我们窥见了范古那风暴般的内心世界 同时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黑暗的乌鸦 也可能无意中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下次你看到一群乌鸦 不妨想想 它们可能正准备飞入下一幅节作中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卡拉瓦乔的犹大之吻 背叛一瞬的张力 啊,卡拉瓦乔 那位意大利的坏小子 他的画作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情感的张力 就像他自己的生活一样充满了争议和冲突 尤大之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描绘了一个古老故事中最臭名昭著的背叛时刻 但他的笔触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生动 以至于你几乎可以感受到那个背叛的气息 首先,让我们设定一下场景 这幅画描绘的是耶稣被由大出卖的那一刻 由大用一个吻来标记耶稣 让罗马士兵能够识别并逮捕他 卡拉瓦乔的画作中 这个场景被描绘得异常紧张 充满了动态的光影效果 这是他擅长的明暗对比技法的绝佳展示 现在,想象一下 你是那幅画中的一名旁观者 你看到由大的嘴唇几乎触及到耶稣的脸颊 那个吻既是亲密的又是绝对的背叛 耶稣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悲伤和知晓即将到来的痛苦 而由大的眼神则是复杂的 既有贪婪又有一丝丝的后悔 这是一个极其人性化的瞬间 卡拉瓦乔用他的画笔捕捉了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 但是,卡拉瓦乔不仅仅是捕捉情感 他还是个戏剧效果的大师 他使用光线来引导观众的视线 让耶稣的脸孔成为画面中最亮的部分 而犹大和其他角色则被置于阴影中 这众对比增强了背叛的氛围 这幅画就像是一部没有声音的电影 卡拉瓦乔是导演 光影是他的摄影机 而我们,观众,则被他的叙事技巧所吸引 有趣的是,卡拉瓦乔的生活本身就像是一部戏剧 他的性格火爆 经常与法律和社会规范发生冲突 他的画作中的张力和情感深度 可能正是来自于他自己充满波折的人生经历 这位艺术界的幻男孩 用他的画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场景 由大志文无疑是其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幕 所以,下次当你在博物馆前停留在这幅画前 记得,你不仅仅是在看一幅画 你是在目睹一个千年前故事的现场中线 透过卡拉瓦乔的眼睛 感受那个背叛一瞬的张力 而且,谁知道呢 也许卡拉瓦乔自己就在画面的某个角落 偷偷地观察住我们的反应 享受住他作品所带来的永恒影响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作 达温西的《严间圣母》给我们带来了温柔的神圣怀抱 范古的麦田与乌鸦在金黄的麦田中预示了一场风暴 卡拉瓦乔的犹大之吻则展示了一个背叛一瞬间的张力 这些画作不仅仅是美丽的艺术作品 它们还是一个个故事的载体 一个个艺术家灵魂的凝聚 这些画作通过色彩、构图、笔触等元素 将艺术家的情感和思想传达给观众 引发观者的共鸣和思考 我们在这里只是粗略地介绍了 这些画作的一些特点和背后的故事 相信每个人对这些画作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解读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画作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是疑问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艺术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